2015南投口琴节在县府文化局的演艺厅盛大登场 精彩的口琴大会演今年迈入第十个年头 文化局特别邀请多个学校来共襄盛举 而与会的副县长陈振深则表示说 南投县推动口琴表演已经渐渐成熟 希望在未来可以让观光与音乐相结合 成为南投的另一个特色 一年一度的南投口琴节活动 30号在南投县文化局演艺厅举办 南投县的口琴运动从2005年开始 在李孝敏老师热心的推广之下 渐渐的盛行 目前县内有许多学校也增加了口琴的课程 南投县副县长陈振深表示 希望口琴可以结合观光 让未来的发展可以更加多元 县内目前有司机所 古中小以及一些高中学校 也在推动口琴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来了解南投市 尤其林县长要打造观光首都 其实营内跟观光是一体的 甚至于可以结合 让我们观光更有多元化 副县长表示 口琴算是一个价格便宜的乐器 在膝带上也很方便 不管是要自己吹还是要团体演奏 也都很便利 希望在各学校的推动之下 可以让孩子多多出外表演 未来也可以成为南投的一个特色 希望这些口琴的活动 透过学校的教导 我们把学生的表现优良的可以带出来 来参与我们的观光活动 应该可以让我们的观光活动更加胜色 也让我们多了一份软性的实力 也可以跟外界来做一个推荐 南投县政府教育处表示 南投县的口琴发展 在李孝敏老师和郭佳元老师的 共同努力之下 出外比赛都得到很好的成绩 今年参加全国音乐比赛 国小组跟国中组 也都得到第一名的好成绩 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 记者吴威迈南投县采访报道